车游身为龙翼 此刻则是直接匍匐在地上 身躯哆嗦的厉害 久久不能恢复 李云霄大惊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神毅力顺着手掌游走在车游的体内 助他驱散恐怖 有这么夸张吗 至高 至高威亚 车游颤抖地抬起头来 满脸的惊恐 那是真龙大人的至高威亚 那古灵双刃 乃是真龙大人之神区打造 此言如惊雷划过长空 所有人都震得浑身俱颤 满脸惊骇和惊惧 李云霄同样吃惊 真龙残骸 这 这怎么可能 但他立即想到了 龙牙山庄被吴大臣取走的那枚龙牙 愣了一下 这才正正地说道 难道是真的 让车游如此恐惧的存在 怕是当时东海的屎龙都没有这般威压 能够凌驾于屎龙之上 也就只有万灵之手 具天地灵气精华而生 几乎是规则所宁的上古真龙了 李云霄舔了一下嘴唇 双眼冒光 真龙残骸吗 莫自己也是吃了一惊 他只知道这古灵双刃乃是苍腰一族的传承至宝 想不到来头却是如此之大 心中又惊又喜 喜的是如此宝物 还能有极大的发挥空间 刚才那一吼攻击 自己就从来不知道 若非面临生死 怕是这辈子都难以知晓 惊得却是 刚才一击之下也耗空了他的力量 对方可是超越自己的存在 这片天空下能够达到的至强境界 虚极神经 念及此处 莫及王飞升而退 往妖族大军处逃去 能够从唯乌鸦的手里逃的性命 已经是万幸了 哪里还敢再战 那剩下的四名鬼修罗 虽然在两人对招的余波下受伤 但是却没有知觉 猛地追了过去 维乌鸦却是站在百丈开外 冷冷地看着 身上的气息也回落到了超凡入胜 顾清清突然说道 果然如此 李云霄皱眉道 你说什么 有话直说 不要这么莫名其妙 顾清清看了他一眼 随后又扫过屈红颜 眼里露出了赞色 嘖嘖地说道 果然是郎才女貌 红颜这颜值 令得本姑娘是又爱又恨呢 屈红颜淡淡一笑 大大方方地欠声说道 前辈 前辈过奖了 前辈 顾清清笑道 你该叫我太上师祖才对 屈红颜道 待你将云长的身躯还回 我才会认你这个太上师祖 两人的对话 让周围之人都是大吃一惊 上下打量起顾清清来 神霄宫公主的太上师祖 这身份未免太吓人了 还远在天赵子之上 天赵子也是愣住了 你 您是 顾清清微笑道 保命就不用去追究了 我关那维吾雅 果然如我所料 那虚极神静的状态 并不能维持太久 众人皆使心中一阵 竖起耳朵来听 维青则是大害 惊怒道 贱人 你胡说什么 顾清清笑道 怎么 还不许本姑娘说了 本姑娘就是要说 虚极乃是神道第三境界 刚才维吾雅太自大了 以为是十万年来第一人 只是一笑大方 不论是叶南天 还是本姑娘 当年也都曾跨入过这个境界 只不过受到规则的压制 并不能停留太久 叶南天算是极为强悍了 但也只能维持三个时辰左右 而本姑娘不才 也能坚持大半个时辰 若是我没有看错的话 这维吾雅最多能够支持一炷香 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是震惊不已 不仅是话中透露的讯息 更是震惊顾清清的身份 他也曾经踏入过虚极神境 又是神震宫公公主的太上师祖 天赵子等人猛然大害 似乎想到了一个名字 似乎想到了一个名字 失声道 您 您是 顾清清 不论你猜本姑娘是谁 此时此刻 我都不会承认的 天赵子在震惊后 这才急忙攻身拜下 见过前辈 所有人族舞者 都是心中一阵怪异 天赵子的身份 已经是人族当中最顶尖的存在 能超出者几乎没有 现在 这年纪轻轻的小姑娘 却成了她的前辈 但众人不敢造次 急忙跟着行李起来 除了李云霄和北镇南 还有车友外 全都无一例外 皆是恭敬无比 李云霄 都跟她打过一阵 自然不会有什么敬意 车友 则是被真龙之吼吓得 现在还趴在地上 没能回过神来 即便回过神来 也不会理她 北镇南 更是一脸平静 一直在淡定的疗伤 论辈分 她纵横天下的时候 顾清清的十八代爷爷 都不知出生了没有 唯卿 也是侵害不已 似乎也猜到了顾清清的身份 惊得张大嘴巴 顾清清笑道 其实这个维乌鸦 已经非常强了 虚极神境的实力 即便在十万年前 也是佼佼者 曲轰颜问道 既然如此 她已是天下无敌 岂非再无长进了 顾清清摇头道 维乌鸦之言 有些不对 在现在的天道规则下 须极境 能否再往前一步 并无考证 也就是说 前无古人 是否真的是 此道的终点 谁也不清楚 而且即便如此 神境 还是终身追求 因为踏入神境的话 便意味着 寿元的大增 可以活千年以上 千年以上 所有人都是心中一热 谁不想活得久 即便是登峰造劫的强者 寿元 也从来没有听过 有超过五百的 大多只是三百多岁 对他们而言 多活千年的意义 并不在于享受美好生活 而是多出千年的光阴 继续追求天道 顾清清 继续说道 并且神境上 每往前走一步 都能带来寿元的大幅增加 据传达到神道终点之人 可以永生不死 与天地同寿 众人正沉寂在那美好的愿景当中 北震南突然睁开眼来 神道终点 顾清清正享受着众人崇拜的目光 被他呵呵了一下 顿时心中恼怒 你这个俯师笑什么 北震南此刻恢复了俊朗的面容 但之前俯师的本体 已被顾清清窥见 北震南说道 没什么 又继续闭上眼来 不想和他说什么 顾清清气恼的一跺脚 上前不断推着他的身体 不依不饶 北震南一阵无语 只好说道 神道没有终点 一或者说古往今来 就没人可以走到神道的终点 他顿了一下 又微微摇头 也不知那位前辈是否踏入了终点 终点之后又是何等的光景 顾清清愣了一下 古怪的看着他 不由的多打量了几眼 自己说话牛逼哄哄的 那是因为自己有这个资本 这俯师怎么说起话来比自己还牛逼 李云霄也是竖起了拇指来 黑黑的笑道 这个可以给十分 但他自然知道北震南绝非装逼 而是有感而发 同时他也非常好奇 北震南所言的那个前辈是何人 顾清清冷冷地说道 说大话也不怕笑掉人家的大牙 你倒是说说 那位是否踏入神道终点的前辈是谁 北震南想了一阵 还是说道 磨合大人 顾清清脸色大变 天罩子和李云霄等人也是内心狂震 显然这几人都是听过磨合古神之名 顾清清哈哈笑道 我以为你会说谁呢 原来拿磨合古神出来忽悠 显然他并不以为意 李云霄则是心思转动 看样子北震南对磨合古神似乎了解不少 但事后可以询问一番 众人的目光回到战场上 似乎真被顾清清言中了 维吾牙在回到超凡入圣境界后 便一直站立不动 只是冷等地看着躲在人群后的墨 那四名鬼修罗追击过去 被大量的妖族强者拦下 厮杀的惨烈 另外追杀伤和荒的十二名鬼修罗 也陷入了苦境 伤直接施展出风天印 将六名鬼修罗压制住 一步步地走上前去 双手上闪烁着金银光芒 直接拍在一名鬼修罗的太阳穴上 那鬼修罗浑身哆嗦起来 变成双色不断闪烁 几个呼吸下 砰的一声爆开 炸成无数碎肉 随后伤便向另外五名走去 维青等人都是瞪大了眼珠子 这也杀得太容易了吧 维乌牙也是愣了一下后 脸孔阴沉起来 无论是墨还是伤 拥有这般大范围压制的神通 对于鬼修罗而言 无异于噩梦 只有荒还在硬碰硬地 跟六名鬼修罗死战 打得十分吃力 仿佛力有不殆 又是一名鬼修罗 被伤轰得粉碎 虽然伤看似轻松 但维持封天印 又施展出击碎鬼修罗的功法 对本就有伤在身的他 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李云霄的妙法灵目下 甚至能看出他的体能急剧下降 并且伤势再进一步恶化 维青实在看不下去了 贺道 都上 先将此人给我杀了 剩下的那些鬼修罗立即得令 猛地冲向上 维青也似乎看出了什么 那封天印的维持 必然要绝强的体力 那么多鬼修罗冲过去 绝不可能扛得住 果然伤脸色大变 顾不得击杀另外四个 就直接收起了封天印 与莫一样往大军内盾去 荒本就苦战六名鬼修罗不下 一见两人逃了 又有这么多冲下来 也是急忙 转身就走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